由中華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委託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執行的 臺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 在菲律賓境內 堪稱為金融區的馬卡蒂市 隆重舉行二零一七年 臺灣精品菲律賓起跑造勢記者會 以電競科技作為活動的主題 場面盛大熱鬧 二零一七臺灣精品菲律賓起跑造勢記者會 在菲爾蒙大飯店隆重舉行 由外貿協會行銷專案處副處長林立凱親自主持 祝菲副代表朱熹 祝馬里拉辦事處董事劉文克 與菲律賓商工總會主席尤輝科等人 也都到場共襄盛舉 會場內 臺灣知名品牌華碩 宏基 季家 維新 逸光 光陽機車 與凱薩衛玉等企業廠商 展示包括資訊通訊 電子電機 自行車 及居家生活等優質產品 朱熹至此表示菲律賓為我國在東協第二大出口市場 雙邊除了商務活動頻繁之外 在科技 農業 漁業 法務 勞工事務 觀光 教育文化等領域 更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 那我想因為最近菲律賓在最近幾年它的經濟的發展呢 非常的成功 那國內的消費力呢 也非常的強 那臺灣的產品正好我們產品的高品質還有所謂的創新的價值呢 正好可以配合菲律賓目前他們生活水準的提升 那所以我想在這個臺灣的精品呢 在菲律賓未來的在菲律賓市場的未來呢 一定有相當強的競爭力 外貿協會副處長林立凱表示 配合政府新南向計畫 將針對當地消費者需求 推廣資訊通訊產品 運動休閒產品 合佔菲律賓民生消費大宗的居家生活用品等三大重點產業 我們臺灣精品計畫在菲律賓市場已經推動了四年 今年帶來更多的新的產品 新的設計 目前臺灣的產品在菲律賓市場的民眾的知名度 認知度是非常高 但是我們期待透過臺灣精品帶進來的 不是只有產品 而是一個Total Solution的概念 臺灣目前在系統解決方案方面 是非常具有競爭力 不是只有產品而已 希望能夠把整個產品透過IoT 整個連結成系統的概念 Total Solution的概念 帶到整個菲律賓市場來 這是我們臺灣精品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的跟方向 駐馬尼拉辦事處董事劉文克指出 新南向政策與非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 相輔相成 並稱亞洲產品的品質已逐漸趕上西方 特別是臺灣產品就是一種品質保證 隨後臺灣精品走秀登場 包括有鴻基全球最輕薄筆電SWEEP 7 臺灣維順一鍵折疊的電動代步車 華碩的ROG電競系列桌機 技嘉的聚水冷技術電競主機板 及指輪科技快目指相機等 多款臺灣優良產品 都讓現場所有人大開眼界 暫不絕口 臺灣企業積極參展辦活動 期許將臺灣優質產品 拓銷菲律賓市場開創商機 臺灣宏觀電視王永新 菲律賓馬卡蒂市採訪報導